延南的風采繼續教訓臺灣 在上去已經發布了 快送六送風采進步 關於發生了臺灣帶來 一層又一層的6月 後來一層風采日離世間 前三百歲前 該健壯的紀錄體協 一兩月因為風采帶來的6月 總算在國務院探索 說不定 風采衝國的延南的風采 來處理到臺北新北紀錄 初三大部分的企業 在這早上上班上班 這裏發通技術進行 現在風采很多動物 雖然非常強 近來本來張整隊的新北市紀錄 以來發布的六送風采進步 不過初三早晨 在紀錄內幕上也有意見的一層一層 對夏祖高校 從前面就看到一意見來見台 都未達到見來見各位 不過現在六個月對紀錄的水晴 以來要訪出 紀錄以來的水沒有馬拉雄 以來的延南的風采 在雨犯流 和公寮、崇海和紀錄後一條 就因紀錄水年級 新山水庫上節十歲期 帶來異水 總算拍張的紀錄水沒有問題 非常謝天謝地 即時解決了 北臺灣 尤其是基隆地區 比較缺水之苦 基隆地區 因為 仙南洛颱風來臨之後 有明顯的降雨 那所以有相關的一些水情的改善 水情是往好的方向來做進展 仙南洛颱風采安生處山部 都處西雙豬 對台湾樣樣清貸 亞洲希望以落土改良的措施 同水庫水部就來 這次攻得清貸 學生授用尊重有潛伏分枝 體錄報頭